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 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新事 我们知道英国这近年来 战坛上都有中共扩张它的渗透力 影响到国会 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的运作 我们从前几天运运有一篇报道 我觉得蛮骇人听闻的 就是这个中国送给英国官员的茶壶 因为这个茶壶是中国的文化代表 茶壶竟然扯出了这个共谍遗运 我们请孕育来介绍一下 因为太阳报的这篇报道 讲这个茶壶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故事 其实太阳报它的报道本身没有很多的细节 那其实一般我们对太阳报要求也不会太高 对他是八卦吧 那他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官员 那也没有透露这名官员的背景 其实也没有透露说 这个官员是在什么时候拿到礼物 他又是在什么时候不小心把茶壶打破 然后发现里面的窃听装置 那总之就是这位官员 驻中官员他要离任的时候 中方送给他一组茶具 然后根据报道他非常喜欢这组茶具 尤其是如果要享用所谓的中华料理的时候 就会拿出来欣赏这样子 还有使用 然后有一天在洗的时候不小心就把他打破了 然后就意外发现里面的窃听装置这样子 那现在看听起来好像有点诡异 然后可能就会开始去思考 思考说那这个欣赏装置是怎么弄进去的啊等等 那后来也有就是在泰晤士报 这是虽然是大宝 他的专栏作家有分享说 他其实也有听过一个故事 也是驻中官员拿到礼物 这次不是茶壶 但是忘记是什么礼物 然后里面也是发现 但是这位官员他有他比较谨慎 他拿到礼物之后回去把这个东西交给 情报安全单位去检查 那检查过程就发现有窃听装置 所以但是这位官员还蛮幽默的 他觉得既然要窃听 那不如就让中方都听到一些没什么营养的资讯 然后让他们花费力气在没有医的事情上 所以他就把这个礼物交给一个 非常深入检出 居住在一个偏僻地方的一个朋友 然后那位朋友又有很重的地方口音 因为其实英国有很多不同的口音 对 然后就是 然后这位官员就很幽默 有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笑 想到这个中国中方人员要花多少时间去解开 听到的各种奇怪 对 那英语讲的是我们讲的有点云淡风轻 其实这想起来还蛮恐怖的 刚才讲的是英国驻中的官员 其实就是外交系统 外交官员居多 他们收到的中国人送的礼物 既然 既然这种里面装的窃钉器的这种情形成出不穷 这代表中国早就锁定了这些驻中的英国官员 想要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情报 他们平常在讲什么 他们在电话 电话在讲什么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 代表他们其实做这种事已经很熟门熟路 只是没想到会被发现而已 我觉得这种事情难免吧 就是以这种政权他会做什么 其实发挥一下想象力 好像都不意外 对 所以以后我们刚才讲的是官员 我看媒体人员要小心 不要乱收这个中国人送你礼物 搞不好里面都有窃钉器 那我们回到最近最热的一个新闻 就是英国国会有一个28岁的研究员 他叫凯西 他涉嫌 是替中共从事这个供敌 这个案件震惊英国政坛 要不要谈一下这个28岁的国会研究员凯西的背景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主要是由保守党国会议员组成的 有一个国会内部的议员平台 叫China Research Group 中国研究小组 那他的发起人呢 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已经 第一次当官员的 入阁 英国对阁员的定义有点复杂 总之他就是进入中央部会当官员 内政副大臣 前外委会主席Tom Tugendhart 那另外一位也是CRG China Research Group的代表人物 就是现任外委会主席 Alicia Cairns 这一位嫌疑人呢 他其实之前就是在这个CRG里面工作 担任研究主任啊 等等的 那实际上也扮演了 为相关议员扮演了幕僚的角色 那他其实 他算蛮活跃的 那人脉也广 发生这件案子 的确是很惊人啊 至少在这个中国相关事务圈里面 知道他的人是蛮多的 那我先问一下 英国的国会幕僚 我们到台湾我们都知道 其实国会助理 最近常看到一些新闻 被告的也有啊 拿什么助理费 缴回去的也有 其实英国的国会幕僚 其实对这个国会议员的影响力大吗 当然你要看他 就实际上是对每一位议员 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 那这一位呢 这一位凯西 他算是很有影响力的啊 比如说现在这个Alicia Cairns 他当上外委会主席 其实这位嫌疑人 也算是幕后一大工程 就是人家说他帮助柯恩斯 当上外委会主席 那我们看看这一次 当然有些英国政坛对这个案件的反应 他们真的是下巴掉下来还是怎么样 当然是很震惊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层面 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 首先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 现在这一位嫌疑人 还有另外一位嫌疑人 另外一位嫌疑人 他据说是一名学者啦 年轻学者 那他们现在都是在被交保的状态 那也没有 还没有被具体的罪名起诉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Times独家揭露之后 其实绝大部分的媒体并没有跟进 指名道姓 就是一再 甚至把他的很多照片都 都把他公布在报纸上 那照片也还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其他人 好像变成说其他曾经跟他一起合照的人 好像也染红了 总之CRG他这一个团体 他其实是在英国政坛是很有影响力的 很多法案跟中国有关的 背后有他们的在推动 那其实也包括说对台湾也是相对友善的 所以你说因此这件事情 他某种程度也影响了CRG他的民生 那这个其实对所谓的 我们对北京采取比较强硬立场的人而言 或是对台湾而言 这是否是一件好事 其实未必 那因为就你掌握的资料 他说这个涉嫌当共底 可是具体的 detail的细节 他到底是 比如说他提供资讯给中国方面吗 还是说他们有一些交换 还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详情 目前都没有相关细节 但是据说 据说也不一定是真的 提供什么样了不起的 机密资料 对机密资料 对 我有看到一个 也是你写报导分析的时候 应该是英国一个国会议员讲说 其实被教育的资料 不一定是机密或最高机密 可是这个跟网络影响力有关 这个也跟所谓 国会内部的人有什么想法 那会跟谁接触有关 也许他假设真的有提供资讯给中方好了 那这不一定是最高机密 可是可以让中方了解到说 英国国会内部的人在想什么 他们的判断是什么 该怎么说 现在好像叠影床床之下 有很多灰色地带 我们现在都不能排除任何剧本 更何况我们也不是实际上 去进行调查的人 有可能他其实中方想要 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是去打击CRG的影响力 这一个嫌疑人也有可能 他真的也不是共谍 你如果说从他 因为你知道这个新闻一出 其实所谓的对中强硬的团体 包括国会议员组织之间 是有竞争关系的 然后就可能会有 处于竞争关系的一些个人 或者是组织就开始说 难怪我们推一些法案都不会成功 就是原来是有人在搞鬼等等 就是好像 然后还有更无聊的那种记者 女记者说 我曾经在社交媒体 就是那个类似约会网站之类的 对 就是还被他搭讪 好可怕喔 就是逃过一劫 就是那种 就开始来证 然后 大家都来蹭新闻的 蹭热度这样 对 很莫名其妙 这个案子 他可能是有很多层的 那你说那个机密性 资料的机密性 其实对 从事情报活动的人来说 有些资讯外人看起来是没什么意义的 甚至也没有被列为机密 但是对从事情报工作人来说 他可能有助 这个资讯有助他们去拼凑 事情的图像 去了解 就是说 有时候情报是一种 你如何去解读 如何把不同的资讯 整理出一个有意义的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的资讯 你从中看出说 他其实可以推断出 更有价值的 情报价值的资讯这样子 我刚才想了 有没有可能说 真的他凯西也提供不了什么机密 可不可以提供的是 这个国会议员喜欢吃什么 他的感情状况 婚姻状况 这好像就已经有点夸张 其实我在猜有一种 可能的剧本是说 他或许把资讯分享给一个 他认为是友好的人士 结果这个资讯不知为何 就落入了中方手中 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孕育是认识凯西 这个国会研究员 这可能是全台湾 唯一认识这位 疑似供连案的男主角 凯西的台湾记者 因为你就谈下 撇开这个供连案爆发之前 之前跟他私下接触 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开大绝招 就是全台唯一 全台唯一认识这个 英国疑似当共谍的 国会研究员凯西 我们算是认识 可能就平常有互动 对 因为要不要谈一下 他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就是要先发一个自清声明 就是 我不是任何嫌疑人 任何案件的嫌疑人 没错 这个不算好朋友 就算是认识 认识而已 我必须说啦 像甚至是Times 他的一些相关报导 如果是从你可能知道一些相关情况的人来看的话 他其实有一点偏的 他有一点偏 例如说他会去形容说 这个嫌疑人 他多么的活跃于各种社交活动 然后什么 举办一些喝酒派对 那个好像就是描述的好像有一点 有点夸张 好像有一点不堪这样子 那其实 其实那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你知道英国人有时候聚会交换一些讯息 会去 pub这样子 喝个酒 这样子 那中国事务相关的圈子 就是不定期会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就看你要不要去参加 当然你有没有被邀 当然是 也算是一个指标 但是那个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个人会觉得 当然一切都还在调查中 就是值得商榷 因为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 他其实 他说的一些话 他的一些分析 我觉得他算是头脑算清楚的人 头脑清楚 然后其实也推动了一些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友台的一些事情 我们要说阴谋论说 他背后有更大的企图吗 我不知道如果真的要阴谋论发挥想象力的话 当然就是已经是可以无限制发展剧本 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是以单纯一个人利益来考量的话 他是否愿意冒这个嫌 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为中方做这些事情 我是会打个问号的 大家好 我是中央社助伦敦特派远程韵玉 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对 韵玉刚才提到说 头脑清楚 他算很会社交吗 你的感觉 还蛮人缘还不错 人缘不错嘛 蛮会交朋友 他有没有 比如说有没有 从你这边打探一些消息过啊 什么的 我觉得打探消息是大家都会做的事吧 就我可能问一下两岸情势啊或什么样之类的 相互都会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有人在讨论说 在这个蝶影窗窗之下 有些互动的界线你到底要怎么抓 那条线要拉在哪里 比较才不会就惹人嫌疑嘛 玉玉跟他只是一个 我们讲就是认识 就是点头自交 翻翻自交 不至于到说 不是那种就是buddy body 就是拜把兄弟 对啦 没有 就是认识的认识的泛泛之交的一个人 好 那我们大概知道说他这样的一个人 当然到底现在到底 因为最后调查结果也还没公布出来 他到底是不是共谍 这个还有待后面的一些调查的公布 那除了凯西这个人 凯西是国会研究员 他可以影响到国会议员的一些判断决策 现在是连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也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就是我们的统战部 跟中共统战部有关 这运运的报导有提到 为什么连候选人都跟中共的统战部扯上关系 这好像也不意外吧 因为中方长期以来都会试图在英国政坛 培养各种影响力网络 那因为我讲个故事就是 两位候选人 然后他们好像被查到说被军情武处 就是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武处 有发现有两位候选人 议员候选人跟专门有关 那这过程这个内容 其实就是说因为预计明年要大选 那各党当然就是会开始你名单 要推出什么样的候选人 那其中就MI5对党部提出警告说 他也只是市警 说这个相关候选人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最终要怎么样处理这些候选人 那是各党部的事 他说的问题是是哪方面的问题 我记得是保守党对不对 两位议员候选人 保守党对啦 那个新闻是报保守党 但是公平级级我们还是要提到说 之前大家还记得是 有一位叫Christine Lee 对李征居 英国的律师 李征居对 也是和所谓的统战部门有关 然后那个MI5还因此罕见 向国会发出示警 军情武处会向国会发出示警 他明天是有掌握到什么东西 这绝对不是空虚来风说 我觉得谁好像有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就你了解 就相关报道蛮多 就是他秘密运用来自中关香港的资金 涉入政治干预活动 然后也安插儿子在一个工党级国会议员办公室任职 那我们发现的白话就是说 那个国会议员候选人 或者这个李征居律师 他们有拿中共那边的钱 不管是香港方还是他这个统战部 有拿钱去投入一些干预英国选举的活动 这样解释对吧 或者是培养 因为其实英国情报单位也有警告过 就是中方他是愿意放长线钓大鱼 可以从那个可能刚出道的政治人物就开始培养起 对那等于这个军情武处就英国情报机构也跟国会试警 那后来这个保守党也做了一些处理了嘛 如果你说的是那个国会议员候选名单的话 就是说所谓他们有个人才库 然后从里面挑可能就是可以来参选的 那这个案子MI5是直接向党部示警 因为这是党部的事情 他们还在推候选人 对啊 我们讲情治单位或是相关单位 其实他们平常都有在养一些 一些宪明或是所谓的联络人也好 那当然刚才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可能是给资金 有可能请你吃饭 其实我们媒体在海外 有多少遇到类似的情形 你会发现 我这样讲会不会 这也不算涉嫌泄露机密吧 一些国安单位的人 会来接近媒体工作者 尤其我们都派在海外 会请你吃饭 跟你聊聊 你说你要聊什么机密吗 好像真的也没有 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机密 可以分享 有的话我们也不敢讲 那他们也不会跟你分享什么机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起头的过程 他想跟你搭上线 可能跟这个案子有点像 可能中央统战部的人 想要跟着英国国会的人 候选人也好搭上线 那搭上线是第一步 谁知道接下来会干什么 接下来可能变定期的吃饭 或说约出来 打个告夫球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凡事的第一步开始 如果及早可以做个判断 就不会免去后面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觉得像有这个军情无助 他们情报也非常的灵光 非常的来得很快 但是这些情报部门 他们也坦诚说 其实他们中国事务相关人才是不够的 但是相关案件又暴增这样子 相关案件暴增 曾经就是相关首长不是有说 这也是公开的一个资讯嘛 就是投入的资源 应该是去年还是 反正就是近年的事情 投入就是调查中国相关案子的资源 是往年的可能数倍 或计七百八倍之类的 这个代表说其实中共在英国的渗透力量越来越大 所以英国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一些情治单位 当然也掌握到一些讯息 英国早就知道这方面的态势可能慢慢在演变 所以英国国会的情报安全委员会 7月有发布一个中国报告 某个程度就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你也不要讲一下这个报告的重点 当然就是中国已经渗透英国各领域 非常多领域 透过各种管道去试图发挥影响力 还有取得资讯 它的管道是包括公开和秘密的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针对这一方面报告有提到说 英国的情报单位一直以来 花比较多心力在调查或是侦测 中国透过秘密管道 试图取得资讯还有发挥影响力 但是其实透过公开管道做的事情 反而是相对好像被忽略了 其实很多事情是透过公开管道 比如说它可以是公开管道 例如像你如果设立孔子学院 这看起来是公开的事情 那他在这个招牌之下做的事情 不见得说都会被注意到 或者是说一些学术合作研究 这些都是公开的 或者是说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标案 对等于说这些看起来无害的 公开的一些活动 反而过去都被忽略了 那这个报告出来之后 英国政府的回应呢 他们打算做怎样的反制的措施吗 政府回应大概就是也没什么惊喜之处啊 就说甚至又再说了一次 说这个情报委员会很多举的这个例证呢 是已经是过去的 就是在政府今年三月发布新版的 所谓那个什么外交安全国防政策 综合检讨报告更新版之前 白话来说就是好像 引用的一些资料都是过期的 那其实呢 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去预防 那当然就是 当然也是要讲好听点说 所以我们国会跟政府的看法是一致的 那也非常感谢 我国会议员的这个监督 我会继续努力 这样感觉是一堆屁话 是没有 当然可能政府想要做些事情 他不会真的在公开场合讲 也许他们就已经交办 那个情职单位做一些动作了 但目前天下好像的感觉是官方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在国会 因为可能今年也代办过国会 其实在国会 大家很难想象 国会的幕僚或助理 大家觉得说 他就只是可能跟记者媒体 混在一起 打打屁吃吃喝 其实某个程度 他们也是沦为这个所谓的境外势力 锁定也好 target也好的 一个可能的对象 因为国会幕僚 国会助理 他是对国会议员有一定的影响力 甚至 我这讲摆好了 以前有些 一些密件的 我们的新闻独家来源 那些密件 或是什么 也是国会助理流出来的 你知道吗 留给记者 留给媒体 让我们成就我们的独家 所以国会 幕僚或助理 他们可以掌握到的一些 机密的资讯 我觉得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那看他怎么去运用 如果他 我觉得留给媒体 还好 就是变成新闻之间的竞争 或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留给境外势力 我觉得那个问题 可能就可大可小 那运约8谈下 这次的共敌案 其实还有个余波 刚才提到孔子学院 现在英国越来越害怕 孔子学院了 对不对 那他们做一些 怎么样的替代性的措施呢 他们还是需要认识 认识中文 中国文化 孔子学院这件事 其实很大一部分 也是从国会议员 包括中国研究小组CRG 这边来的 他们一直很关注 孔子学院的这个议题 然后还有一些 非政府组织 智库 也一直很关注 那但是呢 一直到现在 我之前有写一些相关的东西 孔子学院在英国的 花语教育 甚至从中学开始 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的范围太广了 而且他的这个深入的程度 老实说你 一时半刻 你要跟他断绝关系 其实是困难的 那当然政府在这个舆论压力之下 还有的确是有一些安全考量 但是他的说法 你又可以看得出来 又有一点 某方面来说 有点取巧 就是说避免政府资金流入孔子学院 意思是说政府本身 他的资金直接流入孔子学院 那还有就是说 我之前问了一个什么 华语优培之类的 就是说从中学开始 就是培养华语能力 还有中国事务的能力 那这个政府的说法也是说 我们要跟他断绝所有连结 但是问题是你仔细一想 你这个资金不是政府直接流入 那他有可能透过别的管道去流进去 那另外就是说 就是我们要从别人的角度来想这个事情 今天你如果是教育单位 突然跟你说你不能有孔子学院 那请问你要拿什么东西来替代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现实 如果说台湾靠自己的力量 其实有点难去完全去取代孔子学院 我觉得大家去想那个规模 这个不是说我们每年派零星几个老师 就可以解决 你有可能要去跟别的可能友好国家合作 或者说可能要有一种比较创意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在英国 主要是透过大学跟大学之间的合作 去做这种华语推工 我不要说桥委会系统 因为桥委会系统其实主要还是面对 在各个国家的华语 主要或者是台桥 其实我们的主力在海外推华语教学的主力 其实还是教育部系统 那现在主要是这个大学对大学 你要怎么把它提升到政府对政府 这种比较 就像我前几天有采访 来英国访问的教育部次长一样 如何提升到政府对政府的层次 用一种比较 就规模比较大 然后比较有效率的制度性的合作方式 英国目前看起来其实还没有真的非常积极主动的 和台湾来谈这件事 也就是说 其实双方必须做可以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 我在猜有一种 现在看起来有这样的趋势 就是说孔子学院 因为他现在太恶名昭彰 他之后有可能就会变成rebranding 就是重新包装 换个牌子上市 可能会被改名叫孟子学院 之类的 印象中好像美国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就是说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重新包装上市的产品 我们就继续看 因为我们除了要知道说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打算做什么之后 还要看看竞争对手在做什么 前一阵子英国其实派了一个游戏 最大的教育访问团到中国去 去拓展就是双边的教育合作 对英国来说中国是很重要的市场 那我有听知情人士表示 其实如果说要完全禁绝孔子学院 中方是有一些 他有一些leverage 就是他可以施展一些手段 影响力的 对对对对 去反制英方的 所以这整件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也不是说我今天 对啊我们要来欢迎台湾老师 而且英国从来也没有不欢迎台湾老师 对所以就是说你技术上你要怎么样的去落实 政策上怎么样去规划去执行 这个反而才是重点 不然我们每个一段时间就要看到 就是令人心情为之一阵 士气令人振奋的这种报道 然后就说要引进台湾老师来取代 这个问题是 问题是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不容易啊不容易 我们也是希望看到 有没有福尔摩沙学院啊 在欧洲在 但这涉及到层面还很广 但至少我觉得这个 目前这样整个重观看来 我觉得至少包括英国在内 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已经觉醒 已经察觉到说 不管孔子学院也好 或是跟他们的国会幕僚 国会助理接洽的这些中方的代理人也好 他们都不单纯 都不单纯 可能都是另有所图 我觉得慢慢会准 我们也很不单纯对不对 我们在海外是很怕被别人接触 你不知道他请你吃饭又干嘛 你知道吗 他问东问西 你跟他吃完顿饭 他对他的单位老板的报告已经打好了 写的跟真的一样 我刚刚那个记者讲了什么什么 就是我刚才怎么扯到这里 就说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好事啊 就是澳洲普遍来讲 越来越多国家察觉到 对中国要更加警惕 那接下来就像英语讲的 台湾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些什么事 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利基点 如果澳洲国家对中国越来越防范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更认识台湾 能做的一些贡献 我们今天很谢谢英语跟我们分享 我们很关心英语的这个普通 安危吧 安危是一个 他这个友人 Acquaintance这个泛泛之交凯西 他的下场 如果他最后真的是被判施供典 你真的会傻眼对不对 对我应该会蛮傻眼的 那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你知道 你要检查你家有没有被装窃听器 或是什么之类的 你的包包送你的礼物 你要拆开看 会不会他送过你一个纪念品 打开你没有装窃听器 我们希望不要到这样 好 今天也谢谢英语跟我们分享 我们继续关注 英国共谍遗云会怎么发展 好 谢谢英语 谢谢各位听众 如果有兴趣 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 按赞分享 那共谍在英国还会怎么发展 我们继续看下去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